在香港这个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电影宝地 曾出过很多反派专业户 最为出名的就是香港四大恶人 但还有一个人也绝对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他所演绎的每一个恶人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他就是香港已故演员龙芳 就算你死了 我都要得到你 同曹查理一样 阴险的小人角色让他的演绎生涯璀璨生辉 但又同查理兄不同的是 曹查理是贱 龙芳则是奸 还被影迷称为一代金神 更因多次在戏里扮演刘德华的死对头 被人们叫做是华仔的荧幕克星 而对香港电影做出了不菲贡献的龙芳 晚年生活却十分凄凉 在正值享受生活的50岁时光却患上癌症 他的葬礼更是让人感到心酸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香港电影中 这位不可或缺的绿叶演员龙芳 1971年 17岁的龙芳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小鲜肉 虽然拥有一张非常俊朗的面孔 但也只是在电影双侠中 做了个跑龙套的临时演员 而且只出现了几秒钟的镜头 便领了盒饭 但人高马大 以表堂堂的形象 也从此让龙芳与电影行业 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挣更多的钱 龙芳跟随导演张彻去台湾闯道 专门学习了武打 做了一名龙虎武师 又在一些电影中扮演替身 打手 又或者罗罗之类的角色 虽然十分辛苦 但他知道 只有吃得苦中苦 方能成为人上人 凭借着不懈的努力 从武师做到五指助理 再做到正儿八经的五指 还先后担任过 独臂拳王 大破雪弟子 雪玉等武侠片的武术指导 1979年 25岁的龙芳 历经了八年的磨难后 终于再次回到香港 首次担任影片主演 出演了民国动作片 《上海滩大亨》 饰演乱世奸雄张胡森 刚出场时 满身的正义感 让人不禁肃然起敬 然而在拥有权势与金钱后 忘记初心 脸上的横肉 慢慢显露出来 设计圈套 背叛兄弟 一部电影中 从正派到反派的形象转变 丝毫没有违和感 也为之后 演绎恶人角色的职业生涯 奠定了基础 后来又在《雍正宇年庚瑶》中 饰演历史人物年庚瑶 还在《一对活宝跑天下》中 刻意去模仿 成龙邪剧的英雄形象 而这两部电影 也是龙芳为数不多的 正派角色之作 不过在那个年代 功夫电影还是李连杰 成龙红金宝的天下 剧情片又有张国荣 周润发独占凹头 龙芳有种浑身的劲 却使不出来的感觉 演艺事业却一直不温不火 就在1981年拍完犯罪动作片 《威胁人物》和喜剧片《何方神圣》后 便吸引从商了 原赴美国在一家餐饮店 当职业经理人 还在当地开了一家餐馆 虽然演艺道路较为坎坷 但龙芳还确实是经商的一把好手 将餐馆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 80年代中期甚至被向华强 专门从美国高薪请回香港 做名下海鲜店天天渔港的行政经理 当时王晶是天天渔港的董事之一 正在筹拍第一部赌片《至尊无上》 需要一个能讲英语的反派角色 而在美国混过又曾经当过演员的龙芳 就十分符合 在王晶的劝说下 龙芳接下了《关木太郎》这个反派角色 影片中的龙芳不大害死关芝林和刘德华 还毫无人道地对陈玉莲百般凌辱 因为一直经商的缘故 龙芳已经有些发福 但这也使他演起奸人来 更是得心应手 将公本太郎这个卑鄙小人刻画到极致 35岁的龙芳也因为不俗的演技 凭此片获得了第九届香港金像奖 最佳新演员提名 因为票房和口碑都不错 王晶趁热打铁严用龙芳拍摄了另一部赌片 也是当年港片票房冠军之作《赌神》 龙芳再度出演反派高益 影片中他不但背叛自己的堂哥高静 还害死了高静的女友 在人前尽可能压制住自己的野心 但一转脸便凶向毕露 龙芳将两面派演绎得淋漓尽致 影片的爆火也让观众 关注到了这个奸诈小人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坏人片约接踵而来 他自己也没想到 反派角色会让自己收获如此巨大的成功 甚至还被称为香港天皇巨星周润发的 最佳拍档 左红红的龙芳终于尝到了胜利的快乐 便辞去了酒店经理的工作 一门心思投身演艺事业 成为了王金的运用反派 与刘德华同拍相时兄弟 永胜公司的电影 华仔是主角 龙芳自然就成了与之对立的大反派 冲击天子门生 与中龙 又或者是龙在边缘 两人永远站在对立面 不是死对头 就是会发生各种利益冲突的关系 其中在《武艺探长雷洛传》这部电影中 龙芳的表现可谓是既嚣张又癫狂了 身为赌场老板的他 差点把警官刘德华打个半死 其中一句台词 还成为龙芳荧幕之作的经典概括 还因此又被冠上了 华仔的荧幕克星的头衔 有龙芳这个疯子做对手 刘德华的演出也卖力许多 两人在标系中激发出彼此的潜能 这也是龙芳的价值所在 不只是与华仔搭档 龙芳还演过其他一些令人难忘的坚决 黑棒片《暗花》中下手毒辣的佐治 《赌生二终》的汉奸小人黄金贵 最为经典的应该属《黑玉断肠歌二终》 骗财骗色 卑鄙无耻的富裕长石人仓 而此时的龙芳显然对坏人角色早已驾心就熟 那小人得志的模样 让人恨得牙痒痒 在这十年间龙芳连续出演了四十多部电影和十多部电视剧 基本都是反派 航实了其香港第一坚决的江湖地位 九十年代末香港电影逐渐衰败 龙芳参演的作品越来越少 而大家也才发现 原来龙芳在十年前就已经与妻子离婚 并将所有的家产都给了妻子 妻子带着女儿移去美国 此后龙芳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 直到2000年 在拍完生死全素之后 龙芳从此彻底吸引 赶回了老本行 在为敌心商 偶尔接一些小商业 可没过多久 龙芳就被查出 喉咙右边长了一个恶性肿瘤 虽然之后通过手术切除 但在03年的时候 恶性肿瘤再次在喉咙左边出现 好不容易在西安医治好了 可上天就像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2007年的某天 龙芳一直咳嗽不止 检查后发现 原来癌细胞一直都没有被完全消灭 并且已经转移到了肺部 龙芳只能再次跑到西安求医 但弟弟却极力反对 因为他的身体实在是经受不住 长时间的奔波了 可龙芳却十分坚持 他认为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 在这里生活感到很有人情味 哪怕真的死在那里 他也要去 一直帮龙芳医治的 严医生就觉得 龙芳对人生的看法和一般人不一样 虽然病魔缠绕了龙芳纪十年 但他很乐观 很知足 一直没有跟别人说过 他有病 还总是说自己很轻松 没有任何负担 龙芳是个很要强的人 患病的事一直不愿意告诉家人和朋友 更不愿让前妻和孩子知道 只有少数几个朋友知道他的情况 2008年5月 龙芳被查出肺癌晚期 11月14号时 因医治无效 在西安市去世 人生就是这样 在你来不及做准备时 上天可能早已安排好了一切 龙芳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 希望他的后世 让西安的这些朋友来料理 龙芳火化后 骨灰河由他弟弟借回香港安葬 从生病到去世 龙芳的病榻旁 也没一个至亲之人陪伴左右 就连葬礼 也是经纪人和朋友们帮忙一手操办 想来着实让人心酸难受 年仅54岁的龙芳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离开了这个喧嚣却有美好的世界 一颗影视之心就此黯然陨落 龙芳与大傻陈奎安 李赵金一样 一生中饰演了不少恶人角色 但圈州人都知道 他们一个个都是心底善良 随性谦和的人 也许是老话说的 好人不偿命 也许是老天太过喜欢他们 将他们带去没有病痛的天堂 继续逍遥快乐的拍电影去了 人的生命有时很顽强 但有时也非常脆弱 在这里也希望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有个健康强壮的身体 一定要多读书 多看爆 少吃零食 多睡觉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明星人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高一不是人的 我哪里也比不上他